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都是在35分钟内一定会完成客人的订单 那取到餐之后就依照他的指示到停车场 骑车出去就开始去前往客人的住址 Uber Eats餐点到了 丁泰峰这样的排队名店也加入外送证局 其中原因就在这里 大品牌通常人比较多 然后就需要排队 然后叫Uber Eats外送的话 就可以省出我排队时间 不让排队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 而名店新聘外送商机这样的例子 同样也出现在这个品牌 享受美食 不用出门 另一家外送平台和天好运合作 新增外送才有的萝卜膏和肉粽 外送的距离限制在四到五公里以内 保持餐点温热完整风味 中餐 港点 大品牌 相继加入外送战局 从抢消费者时间下手 颠覆排队才是名店的米思 三位新闻中之为戴紫会 中文报道